接下来播出 请你跟我这样过 您现在收看的是 超级电视台 请你跟我这样过 我们都是 超级爱健康 我们以男性的角度 我凭凭心想 我们看不懂你们女人 怎么了 因为你们女人 好像身上再怎么样完美 你们都觉得自己多一块肉 一定呢 对那一公斤有点斤斤计较 一定要的 你们难道不会吗 我们不会 男生就觉得健康就好啊 对不对 而且要这样有点肚子无奔啊 你们是鸿鸟心态吧 有什么鸿鸟心态 像我每一早起来 第一件事就是量体重 真的假的 发现好像比昨天又多了一公斤 赶快今天一定要忌口 你为什么一早起床 就把自己搞到忧郁呢 不会啊 这是我动力啊 动力的来源耶 对啊 而且你知道吗 其实根据统计 都放女生的这个身材 其实我们这里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 那百分之六十不满意的是 小腹 百分之二十不满意的是 大腿 来 先进来看看 这个臀部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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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下巴 对 对 不急不急 对 不急不急 对 还有人吗 对 对 蝴蝶绣 蝴蝶绣 橱撞腿 统部走样 暧昧的你 是不是也被这些重灾区 困扰到快要忧郁症了呢 顽固脂肪 是每个女人心中永远的痛 但你知道是哪些生活习惯 让你就是挥之不去吗 你知道顽固脂肪一天不消 不但慢性疾病早上门 甚至会造成不韧吗 你知道其实只要利用简单的穿搭 修饰身形 就能让你耳目一新吗 今天我们要请到 讲重专家邱震宏 终于是彭温雅 时尚达人李明川 以及林姿佑 钟馨仪 林秀琴 今晚让专家老师 传授你实用的妙招 从里到外重新雕塑 让你拥有完美的曲线 不是梦哦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来 姿佑姐 请问一下 你对自己比较困扰肥胖的地方在哪里 你刚刚都讲完了啊 从双下巴到我的手背 然后你还少讲了一个胃秃 然后屁股 大腿 好加载 还有一个脚踝还蛮瘦的 好险 所以难怪你今天就只露脚踝 你看到没有 姿佑姐瘦很多 最近你有在课意吗 我这半年来的努力 每天带便当 真的 真的啊 散战吧 不是 在前正的 不要外食 对不对 我真的不要外食 而且我觉得我发现我自己啦 少吃一点肉 少吃淀粉有差 对不起 我不想这样 我都讲了 因为你第一个讲 就是 都我觉得刚讲都有 而且像我们这种不运动的人 真的过了三十 那这样说好了 反过来问 你不挑剔你身体的部位在哪里 手指头 好快喔 最瘦的地方 完全不用想 对 你知道吗 上镜头然后每次我就上电视 我就看到自己像旁边有那个摄影 我都不敢看 因为你这样侧面的时候 这边就跑出来 其实不会啊 你这边的时候 这边也跑出来 这么没样圆啊 真的 然后你知道就是颈部然后背 就好像那个倒三角 好像男生的身材 很像游泳选手 要命运我就不会游泳 对 最近有练游泳 我说哪里 那边练着就角力 对啊 然后跟她腿说说 田徑的啊 就是你就 就很烦 我就觉得这该怎么办 那欣宜你今天来是来陪衬的还是 大家一直说 我来嘛 不要乱接通道 你也瘦了 这一集是聊飞碗 你不要硬接喔 她去连两个礼拜前也是 我非常非常努力 而且我现在有在看 中医挑体质瘦身啦 真的很努力 但是为什么我被激到呢 一个月前 那个时候反正我在新闻上嘛 东森新闻 对 然后我告诉很多喜欢我的人啊 来我FB说 心里是老了是不是 老了你看 她以前就是我女神啊 老了就叫阿桑 我也保我阿桑这样 对 对 哇 灌爆欸 我就想说 我才三十而立 哇 讲出我阿桑 而且我第一个 我也还没结婚 还没生子 重点是那时候我的头发比较短啊 我没有那个 她说 我从那个中心仪的面向 我看到了李芳文 然后 李芳文 很漂亮啊 很漂亮 我觉得芳文姐很漂亮 我说芳文姐很漂亮啊 现在很正啊 对啊 她还是很瘦啊 有一天我录完你们节目 我在楼下 然后遇到那个罗妹妹 罗姐 对 她走进来说 哇 我还以为你是李芳文呢 我就说 罗姐你有在做效果吗 我说我是心仪 她说我知道啊 哇 你真的有胖哦 然后就 就真的被激到 打肢力 对 芳文姐不是胖啦 是比较 在别的节目的后台 碰到钟馨怡啊 她跟我打招呼的时候 我确定 然后想说这人是谁 我认识她 你认识吗 因为她的五官有点疑味 对 疑味 但是这肥胖 会不会对你们生活带来一些困扰呢 会啊 还是只是心理因素 没有没有 胖的时候你连走路都累 然后呢 会喘 然后很容易流汗 然后一动一点点 你就觉得好烦 然后最重要最讨厌 就是我不是说我的大腿跟屁股吗 夏天的时候走路 那个这个肉肉跟肉肉会打大 你知道为什么有一些老阿嬤 会买那种阿嬤的那种 坐山库棉的穿 那就其实为了有一些肉肉 不要亂想打大 对 真的吗 我老公有多夸张 她就说 妈妈你旁边是挂两把枪是不是 她说因为我马鞍子 你其实是两把枪挂在旁边 她说你是挂两把枪吗 我说哪里来的枪 胖的时候你知道吗 衣服越来越 就是越买越大劲 越买越宽 真的 真的 而且你回不去了 回不去 然后就因为你就看不懂 你自己身材你知道吗 然后比如说 就我跟她姐会 什么量体重 我们家已经没有这种东西 什么体重金 早就把它扔掉了 而且反光的东西都把它贴住了 不是 会想看到自己 对 都有一阵子 然后那个我家墙壁 我觉得都是深色 连瓷砖都深色 文华 我请教你 女人 因为你也懂嘛 对不对 你们大概几岁 因为这个跟新陈代谢 其实有点关联 大概几岁开始 你们女性会稍微就 不是一直都说25岁以后 我觉得25 所以听到25字已经过了 我已经过了30岁才听到说 25岁开始老化 我已经来不及了 这样子是不是 可是25真的是一个 很大的分水嶺 25之前你怎么乱吃宵夜 太胖了 熬夜怎么喝 29什么随便 皮肤也不会很少 也不会水肿 25过后真的很夸张 每况愈下 而且我是25之后 我就不再穿牛仔裤了 真的假的 25以前你穿牛仔裤 都会拉起来吗 25之后你把那个25以前 买的牛仔裤 我老实说你拉得起来 可是呢 这边哭不起来 如果28到30的女生 她今天是穿那种 白色T恤 然后呢 今天是牛仔长裤 她敢露出这个腰 代表她真的真的很努力 她很维持 可是我没办法 这是真的 所以女性是不是25岁 真的她新陈代谢天生的 她就开始往下盪 她的体态就不容易维持 这么快 每增加10岁 所以新陈代谢会降低 个8%到10%左右 表示说她比我多吃一碗饭 她不会胖 我会胖 这样来就胖 差点差别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会觉得说 年轻的时候怎么吃 好像都不太会胖 对 30以后 怎么吃一点点也会胖 真的 我们今天一个一个部位 不同部位我们来聊一下 因为刚刚我们在讲 东方女性不管是像是 苹果形 西洋梨 对不对 所以蝴蝶绣 臀部 大腿这些都是 我们现在聊一聊臀部好了 臀部如果以下垂来讲的话 有没有办法自我检测说 是不是超过了那个完美曲线 我们可以从侧面跟正后方看 如果从侧面看的时候 你如果屁股 没有一个漂亮的一个圆滑的形状 是跟大腿连在一起的 这样的话表示 就是有点下垂的现象 谁的屁股没有连在一起啊 你看他就说 他都没有连在一起 没有 我就连在一个没有 没有那个纯线的感觉 中医师说的就是 中医师说的就是我们就对 就是连在一起 有些那个很漂亮是有微笑线 对 我微笑线无比的 我们就微笑线 我们是滑的 没有 他微笑线有的人 微笑线下垂 他微笑线会落在这里哦 没有 他说那个 像那个我们的打人 像这个他的屁股的话就很漂亮 就是一个蜜桃 对 要不要 但是我补充一下 这个屁股呢 是比较有年纪的屁股 是喔 还是垂的 为什么呢 还是垂的 我还没讲完 垂的 对 如果从不垂 正后方看屁股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先看你的下臀线 下臀线不能超过你大腿的一半 懂吗 假设是你的屁股对不对 臀线到这里不能超过这个屁股的一半 实际看谁能 只有姐你愿意出来吗 因为你穿裤子最方便看嘛 背对镜头 好坦喔 这个是屁股的外扩下垂你就死定了 这个臀线到这边的话 如果超过一半一直延伸到这里来 这就是有年纪的屁股 对 如果在这个正中央这条线内侧 然后在这边就停了 这样的话就是比较年轻的屁股 一般据我们观察 越老那条线就越长 越长 越长 对 越年轻就越老了 男女都是吗 男女都一样 所以姿佑姐 你再报告我跟我讲 下次你的臀线可能会到前面这里来 所以就拉到窗盘看就对了 对 很坏耶 中医有没有办法拉提我们的臀部呢 拉提耶 可以拉提喔 所以今天我们就请这个有点下垂 臀部的人来示范 因为他的臀部下垂 所以我们跟他一样 我们在臀跟腿交界的地方 我们有个叫做 他其实就是刚刚就一直讲 微笑线的这个终点的位置 再终于来讲它是属于膀胱筋的筋络 所以中医看屁股 他不看屁股 他是看整个腰臀腿的那个S曲线 就是你腰要够小 然后臀部浑圆 这样才能显得你的屁股是翘的 如果说你没有个腰 你是一个直筒的 那屁股就是再翘也会觉得说 哎呀 这样子好像还是太壮 没有一个曲线的分别 整体性 所以我们平常可以多按压这个 膀胱筋的穴道 膀胱筋在中医是讲 什么叫羊筋呢 羊筋就骨气的意思 对 羊筋从头走到脚 所以我们按摩的时候是由上往下 那我们平常就平常这样子 一直用穿 用穿 敲自己的屁股 就是敲自己的屁股 敲屁股 敲这个羊筋穴 然后由下往上这样子敲 左边右边然后左边可以运动 其实一天要敲到20下足央 20下足央 有时候去按摩这边有时候 压得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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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得 钻到一个 其实就是很酸的那个位置就是了 对 羊筋 如果他按摩得够小 他那个微笑线会越来越短 真的吗 不然就是变成开口笑 那就一直下沉 那这个大家有没有想过说 我们身材会走样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25岁之后刚好在怀孕 对 那怀孕的时候我就觉得人生 什么时候可以吃 你看他之前大家怕胖 什么也不能 怀孕的时候总要享受一下 一个不小心就胖个 我怀孕25公斤 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你知道吗 然后就一个不小心 又怀了第二格 然后皮也松了 然后他也不再回来了 秀琴你呢 我觉得就不忌口 对 真的 然后又加上我就是之前开夜店 然后现在又开烧烤店 然后我们常常都要去考察 然后去别家店试吃什么的 然后久了久之你就 那个胃口就变大了 也不会再说回去 因为你知道小酌的时候 小酌那个 从那个小酌变狂饮牛饮的时候 喝酒就会想要吃东西 你知道酒的那个就很高 酒人飞 莫名因为我们那时候 我们只想说喝啤酒会胖 不会觉得说威士忌 红酒不会胖 但你会配东西 就会配吃的 对 然后又加上我们变妈妈的时候 就会 妈妈就很爱吃剩下的 小孩吃不完的 对 就在那边咸菜味 然后再来就是自己的那个熬夜 生活作息又不正常 但是我觉得就像 就像两位讲的 其实不运动 就是你就不可能会瘦下去 还有大吃大喝 但是我比较夸张 是我有甜食上瘾症 就是我面对甜食 我是真的受不了 就是那种冰淇淋啊 蛋糕 我真的 我真心爽量 而且我只要心情不好 我就要吃 我就是要吃 而且是甜嘛 你知道 以前就二五以前啊 凌晨那个哈跟大神 那种小的吃那种三四盒 不会胖 而且我们两个有一样的嗜好 很喜欢吃垃圾食物 而且半夜喔 而且素食店真的太棒了 真的 凌晨啊 凌晨两三点 我们就会叫那个麦当劳外送 而且凌晨的鸡块啊 是最好吃的 对 为什么 就羞羞 刚刚嫁出来了 反正就好吃 反正好不好吃 吃了就是胖 对 这不是重点 真的 爱吃啦 不运动 而且就是那个作息 你凌晨还在吃东西就晚啦 你比我还厉害 所以饮食习惯 对 那尤其是吃什么样东西 是不是特别容易胖呢 生活习惯面呢 某些脂肪为什么容易堆积在这个 臀部这个地方 其实有第一个 当然跟你遗传有关系嘛 你妈妈屁股大 你大概屁股也遗传啦 什么行为会造成我们这个肥胖的 哪个太大 能怪我们吗 不好意思买大一大件啊 你会拔啊 你包住的那个地方有加压 但是你其他露出来的地方没有加压 没有加压的地方 它没有掉下来 它会下垂 脂肪会变大 好 好